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疗水平也取得较大进步 但是真正想健康活到八九十岁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尤其是到了七十多岁的年纪 这对高龄老人无论身体还是心里都是一道坎 还是对自己健康长寿有一些担忧的 为此有些人还购买各种补品和保健品 试着努力维护自身的健康 那么怎样才能判断自己能否保持健康 持续地活到八九十岁呢 其实还是有很多方面可以看到的 如果在七十岁之后还能做到这四件事情 那么你的身体健康还是比较不错的 活到八九十岁不会有太大问题 一 走路稳当利索 走路稳当利索 这是长寿的一个重要标志 走路不稳 很容易摔倒受伤 尤其是老年人 一旦骨骼比较脆 跌倒就容易造成严重的后果 甚至导致生命危险 而如果你在七十岁之后 还能走路很稳当 说明你的腿部肌肉强度和平横杆 还不错 还能保持身体的协调性和稳定性 这也表明 你的骨骼和关节状况都很不错 没有明显的老花迹象 走路稳当 活动利索 有助于我们饭后消化和保证睡眠质量 对身体健康维护有非常棒的作用 二 记忆力正常 人过七十 如果还有很强的记忆力 不但对过去的事情 记忆犹新 还对当前的生活记得一清二楚 说明脑力很好 有健康长寿的牵制 人类的衰老 都是从记忆力减退开始的 有许多人到了三四十岁 就会觉得自己记忆力下降 到了四五十岁 则会明显的感觉 记忆力衰退严重 到了六七十岁 有许多人对自己刚刚发生的事情 就会忘记不记得 已经开始糊涂 严重的可能会发生老年痴呆 导致自身生活不能自离 如果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只能卧床在家的话 说实话 就离我们生命完结不远了 记忆力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许多人老了 只记得过去的事情 而对眼前的生活 却总是丢三落四 有的人甚至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让我们常常感叹 生命的可悲和无奈 人的身体素质是不一样的 无论是现实中 还是网络中 还是一些电视节目中 都有一些老年人的记忆力 完胜小年轻 不但读书学习 还能熟练掌握一些新的技能和才艺 让我们羡慕之余 自贪不如 没有好的记忆力是学不会的 这样的老年人 健康长寿 绝对不成问题 而如果你在70岁之后 还能保持较好的记忆力 说明你的大脑功能状态还很好 仍具备较强的学习 记忆 思考和判断能力 这也表明 你的身体健康状况还不错 三 吃饭胃口好 对于老年人来讲 到了这把年纪 生活压力变小了 不用太操新家务事 可以安享晚年了 吃妈妈香是他们最开心的事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身体对于营养成分的吸收能力会下降 而胃口不好 往往导致营养不良 影响我们的健康 此外 如果长时间过饿或过饱 暴饮暴食 不按时吃饭等不良的饮食习惯 很容易让老年人生病 如果七十多岁的年纪 还能保持好胃口 那您就能得到充分的营养 对健康长寿有很大的帮助 四 心态乐观 乐观心态也是延长寿命的重要标志之一 如果七十岁的年纪 还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相信生活美好 注重积极思维和情感表达 将会使身体更健康 因为身体健康不仅受环境 饮食 运动等因素的影响 更关键的是 心态如何 积极的情绪对身体很有益 乐观的人更健康长寿 相反 产生负性情绪会削弱人的免疫力和防御能力 你可以增加与人分享经验的机会 维护积极的社交活动 多和家人朋友交流 让友谊 信任和爱情 照亮自己的人生旅程 让自己拥有一个健康长寿的晚年生活 以上四点 都是判断人在七十岁之后 是否能够活到八九十岁的重要标志 在这里提醒大家 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整体 各个方面都是相互影响的 有时候 如果一个人走路行动不便 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到他的胃口和心态 反之也是一样 因此 在所有保持长寿的习惯中 有这么几点非常重要 希望能格外重视 一 适当运动 人到中年容易发胖 此时 我们必须多做运动 以帮助身体消耗多余的脂肪 我们都知道 肥胖是最大的健康危害 还可以诱发各种心脑血管 肝脏和肾脏疾病 所以在四十五岁以后 我们要多做运动 以保持良好的体型 防止肥胖 同时 多运动还能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血液活动 有助于保持器官活动 延缓身体衰老 二 杜绝熬夜 长期熬夜对身体影响很大 会导致脱发 疲劳 斑点等健康问题 严重影响人体内脏的功效 而早睡早起后 我们的身体器官 会得到充分的休息 和更好地维持健康状态 三 健康饮食 饮食对我们的健康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身体只有摄入适量的食物 才能使身体的营养更加全面 而获取营养的最佳方式是饮食 营养丰富的食物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健康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有挑食的问题 而且还有暴饮暴食的坏习惯 这会对健康造成很大的危害 所以拥有健康的饮食习惯 可以让我们拥有长寿的好习惯 四 科学补水 多喝水 可以让身体保持充足的水分状态 也可以让细胞完成正常的代谢过程 当身体缺水时 很容易出现免疫力下降和电解质失衡的情况 同时 一些肿瘤细胞喜欢缺水的环境 一旦身体缺水 很容易让肿瘤细胞出现 此外 经常进行脑力运动 也有延缓衰老 亦受延年的功效 在老年阶段 这种增强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补偿因神经细胞死亡 而造成的大脑功能的兵退 从而延缓大脑衰老的速度 所以 经常从事脑力运动 能有效地延缓大脑的衰老 国外医学者曾对16世纪以来400名欧美科学家的年龄 进行统计研究 结果发现 他们的平均年龄约为67岁 其中 寿命较长的 恰恰是哪些用脑最勤的科学家和发明家 例如 爱因斯坦活到76岁 门杰列夫享年78岁 米丘林80岁 巴夫洛夫86岁 罗素活到98岁 福克学享年114岁 用脑极为勤奋 一生中有2000多项发明创造的 发明大王爱迪生 也活到84岁 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人类的寿命在不断延长 再加上 我们能够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 保持好的生活习惯 那么长寿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有位长辈跟我抱怨 活到这个岁数 为孩子和家庭奉献了大半生 本以为该享福了 却发现自己是个操心的命 跟那些好命的人比不了 唉 人活着 这位长辈人不坏 但是特别喜欢操心 好像所有的事情必须亲力轻微才放心 否则就会吃不好 睡不好 他有一儿一女 两个孩子都已成家 有了自己的孩子 他本可以放松一下 让自己不用像年轻时那样拼 但他似乎停不下来 哪怕子女不需要他操心 他也要主动跑过去帮忙 他的热情有些过头 往往会好心做坏事 有时管得多了 孩子并不领情 反倒要责怪他几句 丈夫也是让他操心的人 明明丈夫的年龄比他大 他却总觉得 对方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小孩 一边为丈夫忙着忙那 一边嘴里不停地抱怨 有次女儿想带他出去旅游 他开心地准备了半天 最后却没去城 非让女儿把票退了 他说 你爸一个人在家 我不放心 出去玩这么久 他怎么吃饭啊 女儿对母亲的想法非常不理解 父亲是一个成年男性 有手有脚 身体健康 怎么着也不会饿着自己 然而他非常执拗 说不去就不去 但是 这件事最终变成了丈夫给他的委屈 他常说 要不是因为你 我早就跟着女儿吃香喝辣的了 你看看那谁家的老婆命多好啊 不像我 在他又一次在我面前抱怨孩子 丈夫和命运时 我说 有些事情 其实你可以不做的 你觉得自己是个操心的命 那就别让自己这么操心 停下来喘口气 试一试 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做一些改变 但我知道 如果他继续从前的生活模式 他的晚年 只会变得越来越不幸 人这一辈子 前半生为儿女 为家庭操心 后半生 请学会为自己而活 很多时候 你活得累 活得不开心的原因 有两个 一是你周边的环境造成的 二是你的心态带来的 我们也许很难改变周遭环境 尤其是在某种环境下 生活了几十年 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 改变自己面对生活的态度 去学习和拥有爱自己的能力 尤其到了晚年 想要好命 就要学会放下 有些事 没必要管 儿女的事 交给他们自己处理 家庭事务 要与伴侣互相分担 人老了 好命的活法 三不做 一 不做世事抱怨的老人 人这一辈子 烦恼多到数不过来 就连那些大富大贵的人家 都有属于自己的烦恼 为什么有些人即使烦恼缠身 也能乐呵呵生活 有些人只是遇到了一点点挫折 就觉得天象塌下来一样 原因取决于你面对生活的态度 有一种老人遇是喜欢抱怨 常常使自己陷入负面情绪中 无法自拔 和他们相处 你能明显感觉到他身上的气息 那是一种非常让人不适 让人想要逃离的气息 似乎只要一靠近他们 就打开他们的抱怨的开关 孩子不孝顺 不听话 伴侣不贴心 家庭不幸福 总之 活到老 发现没有一件事让人顺心 越是抱怨 就越觉得自己命苦 久而久之 幸福感降到最低 呈现在脸上的神态 就是苦哈哈的 没有生机的 人老了 要想命好 首先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 少一些负能量 不做事事抱怨的老人 对儿女多一些理解和支持 他们工作忙又要养家 作为父母 顾好自己 对他们而言 就是最大的安慰 对伴侣多一些宽容 有事说事 提出你的要求 心里有你的伴侣 会听从你的建议 能改变的 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 不能改变的 那就忽视他 二 不做儿女的保姆 以前总会听过来人说 姥姥一定不要主动 跟儿女们一起住 会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事 处理不好 影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甚至还会影响小夫妻的关系 秦瑜一开始不相信 她觉得自己女儿很孝顺 又是独生女 自己的东西都是她的 怎么可能会对自己不好呢 当秦瑜跟女儿住了几年后 才真正体会到了 自己就是女儿家 带薪免费保姆 还得不到她们的体谅和关心 女儿和女婿工作比较忙 秦瑜体谅她们 包揽所有的家务 还要负责接送孩子上学 这些家务活对于能干的秦瑜 不算什么 最让她头疼的是孩子的学情 因为每次老师都让家长 录老师讲课视频 然后回家按照视频练习 再录制视频 给老师发送过去 检查 秦瑜对这个智能手机使用不太懂 总是录的老师教学视频不全 有时候还没有路上 女儿就会怪秦瑜不上心 自己平时用手机看视频 玩得好着呢 秦瑜想着自己每天做饭 收拾家务 接送孩子 就已经很累了 女儿还不知道感恩 还这样说自己 内心觉得很委屈 看着老姐妹们的生活 再看看自己的日子 她决定自己回老家自己过 女儿女婿不同意 秦瑜没有搭理他们 自己回了老家 把房子重新收拾了 跟以前的老姐妹一起聚聚 去广场打打拳 散散步 回家了看看书 听听音乐 追一追电视剧 日子过得也很开心快乐 再也不想去女儿家 做带心保姆呢 人老了 好命的活法之一就是 不做儿女的保姆 做好分离课题 从儿女成年那一刻起 他们的人生之路怎么走 是快 是慢 是执行 还是转弯 决定权 握在他们自己手上 做父母 只能祝福他们拥抱新生活 在他们需要帮助时 适当出出力 别把自己的后半生 压在儿女身上 去过你想过的生活 那种养儿防老的思想 真的过时了 如果老人自己能够生活自理 最好还是在自己家里 过自己的日子 现在三岁一代沟 两代人有诸多的不同点 思想 生活 习惯 饮食 交流 观念等等 都有很大的差别 生活琐碎又繁杂 在子女家 即使过得小心翼翼 帮了他们 也不见得会有感恩 想尽自己最后的余热 也不见得会有笑脸 与其跟子女住在一起 产生矛盾争吵 最后再不欢而散 不如少为儿女们操心 自己过 儿女们有时间回来看看你 远相近仇的距离也挺好 何必在不多的余生里 给自己找别扭呢 老人们一定要记得 不要再做儿女家的 免费带心保姆 给自己多留些养老钱 不必在儿女家做个隐形人 没个话语权多憋屈 回自己家 过自己的快乐晚年生活 三 不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 你我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 对欲望不加克制 要么暴饮暴食 要么过量饮酒 求的是一个痛快 最先倒下的也是他们 突然有一天要做心脏搭桥 要拄着拐杖 要做轮椅 看着同龄人游山玩水 做喜欢的事情 过喜欢的生活 他们也会不停感叹 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人生的苦 有时完全是你自作自受的结果 种什么因 得什么果 你对欲望不加克制 随意透支自己的健康 老了以后 你就只能过低质量的晚年生活 所以 如果不想越老越命苦 就要有克制的能力 学会放下某些欲望 不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情 如果烟酒已经严重影响到你的身体健康 在你尚未察觉病痛时 不要带着侥幸心理 认为自己身体倍儿棒 不会因此就倒下了 如果不能吃大鱼大肉 也不要为了口腹之欲 想着先享受了再说 均衡饮食 常常锻炼 拥有健康的身体 就是最大的福气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我们不能阻止身体机能下降 但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 尽可能地延缓衰老速度 坚持运动 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渠道 想茶余饭后 跟朋友出门溜弯 闲来无事 做做拉伸 都是简单有效的 除了这些细节 大家还应该选择一两项 自己感兴趣 且可以做到的运动 三天两头地换着花样 坚持做 像乒乓球 太极拳 骑自行车 跳广场舞这种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要想活得好 不仅要有健康的身体 更要有良好的心态 有的人虽然退休工资高 却没有依附好身体 也觉得吃了大亏 说到底 以健康的身体 活过同龄人 这才是最终的人生赢家 我的奶奶就是个百岁老人 跟他老家常 他总说 以前村里的人欺负他 还偷他的东西 我问奶奶 那这些人呢 奶奶跟我说 这些人早已经过世了 我跟奶奶说 就是啊 这些欺负过你的人 早已经尘归尘土归土 可你却好好的活着 这才是人生赢家 你还气什么呢 不如六十岁的人 大部分已经退休 要想高质量的 在活二点三零年 就要提前做好 以下几个心理准备 一 欣然接受 衰老是人生智慧 不管您是谁 衰老都会如期而至 这是个无法逆转的事实 我们对于不能改变的事实 要学会面对和接受 而不是盲目对抗 因为一旦与不能改变的是对抗 就意味着我们已经被套牢 已经不能自主 已经失去了自由掉进自己编制的痛苦的网 其次 衰老其实是上天对人的眷顾 衰老不是突然到来的 而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 为了让人比较容易接受 老天让我们一点点变老 这就给了我们 深信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 有了这个适应过程 就少了几分愁苦 多了几分安然 更重要的是 衰老也有积极的一面 在衰老的过程中 我们逐渐汲取了生活的智慧和经验 使得我们变得更加睿智和成熟 岁月的洗礼 让我们学会了看透世事的表象 洞察人性的复杂和生命的无常 我们从中的面对挫折和困难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成长和进步的机遇 我们不再追求浮华和虚荣 而是通过衰老的尽头 审视人生的真谛二 退休工资要牢牢地攥在手里 房子更是养老的根本 不到最后不撒手 千万不要一时冲动 把房子卖了跟子女住在一起 房子是我们养老的根 无论何时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家 一定要记住 而女的家不是我们的家 任何时候都不要因为心疼子女 就把房子卖了 然后搬去跟子女住 一开始或许看在 房子的份上子女会对你和颜悦色 可日子已久 矛盾一定会凸显出来 到那时 你连退路都没有人 只有在自己的家里 才是自由的 也是轻松的 任何时候 房子都不要过早地交给子女 不是说子女不孝顺 而是怕这里面有变数人老了 经不起任何变数所带来的折腾 至于退休金 不管多少 那都是每个月固定的生活费 是我们耐以生存的基础 老人节约或许退休金有剩余 那么就妥善存起来 人老了难免三病六痛的 一定要给自己留房身前 三子女再亲 不要过度帮扶 不要过度帮扶子女 更不要插手子女的家务事 即便子女不说什么 可子女的配偶 一定会无法忍受 或许你可能是好心 但是人家未必领情 弄不好 人家非但不感恩 还会记恨你 引发各种家庭矛盾 对于子女的帮扶 有力气就出力气 没体力适当出点钱 如果都没有 不给也行 毕竟这不是强制的 各家有各家的情况 作为父母已经养大了子女 实在没有义务 再去为他们的小家庭服务 要知道 对于老人来说 最重要的不是带孙子 而是养好自己的身体 生活是自己的 自己开心最重要 换句话说 自己身体好了 也是给子女减轻负担 大家都能过上轻松的生活 私陪伴爱人 到最后一刻人这一生 最不可或缺的情感 就是爱情了 也许在 我们年轻的时候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段两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这样的爱情 真的让我们这一辈子都难以忘记 但是当年的爱情 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 光阴不得不选择分手 当我们看着自己深爱的恋人 慢慢地消失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那种荒无人厌的寂寞 没有经历过的人 是不会明白的 如今 我们开始老了 也许 在很多时候 我们会想起当年的爱情 想起当年那个痴狂的年代 可是 光阴总会带走许多 现在的我们 已经步入了人到六十的年龄 在这样的一种年龄 我们更要懂得和自己的爱人相如一墨 白头到老了 人越是老去 越是懂得老伴的重要性 少时夫妻老来吧 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当我们老了 我们不但会面对自己身边的亲人 朋友的突然离去的悲哀 而且 我们也会面对自己爱人 突然离去的悲伤人到六十 我们就是再没有本事 也要懂得在自己的余生里 好好陪伴自己的爱人 直到最后一刻 也许 这就是婚姻带给我们最后的安慰吧 无少凑热闹 少发言 少表态 人老话要少 当心或从口出 尤其是在热闹的人群里 打架你言我一语的 说者无心 而听着有意 还有的老人喜欢攀比退休金 这都没什么意义 人家比你多 又不会贴补 你比你少 你也不会贴补他 三千元有三千元的活法 五千元有五千元的活法 过得好不好 悬在心态 还有些老人 出去就喜欢说自己的家务事 殊不知 逆成一失口快 说得舒服了 却成为人家茶余饭后的话题 有些人喜欢说 儿媳说女婿的坏话 再不好 那都是自家的孩子 出门要懂得维系家庭关系 要懂得把矛盾缩小 而是放大 不要动不动就说儿媳 女婿的坏话 在人家听来 那就是笑话 他们当面支持你 背后又笑你 这样的人大有人在 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按时体检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多吃有营养的东西 吃粗粮 清淡饮食 每天喝点牛奶 结合自己是否有慢性病 按照自己的体质 置顶三餐 多吃新鲜的水果跟蔬菜 同时也要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 培养一两个兴趣爱好 像旅游 读书 运动之类 动静结合 这样更主于保持年轻的状态 一定记得要体检 虽然体检并不能治疗疾病 但是它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帮助我们 更了解自己的身体 同时也让我们尽早地发现疾病 争取在初步阶段 就采取治疗措施 避免重大疾病的发生 更有效延长我们的寿命 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 七要懂得合理规划财产 提前准备好养老前 要想过得好 物质是基础 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手里有钱没钱 生活质量的区别 还是很大的 年轻时 我们就要合理规划财产 不要大手大脚花钱 同时帮扶子女也要适度 不要把所有的钱 都给了子女 适当给自己留一些养老钱 只有这样 进入老年 我们面对生活 才能游刃有余 退一万步讲人老了 一旦生病手里没钱 跟子女要钱是很难的 不管子女有没有钱 伸手要钱 那都是很难受很尴尬的事 所以谁有 都不如自己 有想吃什么想买什么 自己有钱随时拿得出 这才是最潇洒 最有尊严的生活 八 我们每个人都要有承受孤独的能力 六十岁的人 离开了职场 离开了老单位 人难免会觉得空虚 觉得自己被社会抛弃 原来每天忙碌的 生活 被清闲 所取代 人会觉得很孤独很无助 这种苦闷甚至无法消除 学会承受孤独 是每个人都要学的必修课 要知道 人到晚年都是孤独的 谁都避免不了 要懂得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 享受这份宁静 有时候高质量的独处 比低质量的社交要强百倍 九 健康活着就是胜利 保持好心态 不要跟人攀比说实话 健康的活着 才是最重要的 有句话说的 不怕挣钱少 就怕死得早 话操理不操 高质量的活着 比什么都重要 放平心态 给生活做减法 忘掉生活中的不愉快 有时得过且过 也是一件好事 做生活中的马大哈 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 健健康康度过每一年 我们都会成为人生的大赢家 2024年 我们都要好好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